端午节就快到了远百花莲店 特别捐助65份的端午节礼盒 要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希望透过企业力量 以实际行动陪伴弱势民众 也能欢度佳节 端午礼盒一致排开 其中包含顶太风 长荣凤凰 锦霞柔等知名饭店品牌 这些全都是远东百货花莲店 在端午节前夕 要捐赠给花莲市食物银行的暖心物资 我们这次准备了大概65盒的肉粽 有甜有咸 主要当然都是以一些民店的肉粽为主 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佳节 能够给我们需要的长者 能够有一些爱与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很多温暖 远东百货这边也不予力的 希望能够为地方尽点心力 为了感谢远百 透过企业力量 以实际行动陪伴弱势家庭 市长卫家宴也特别颁证了 感谢庄 那我想端午年假已经开始了 那也希望说有物资的需求 都可以跟我们社劳客 以及我们食物银行这边做联络 那我在这边我要特别再次的谢谢 我们远东百货 那每年三姐不只会送肉粽 也会送月笔 然后在年节的时候也会送年菜 给我们需要弱势的一个家庭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远东百货 那我们这几年其实 合作了非常多的一些个案 那个案都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感动 而远百花联店除了长期关注弱势 今年也首度与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合作 举办特展 并在22号也将以海洋废弃物 对鲸豚保育之影响为主题 办理海洋知识小学堂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多加留意 记者 许立琴 欢迎电视报道